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不夠鐘起床了 不是, 是我看不到一張椅子 還很早, 現在五點多 五點八? 我還要八點五 你怎麼這麼醒來? 你今早又會開嗎? 不是, 美學那邊來幾個腦科醫生 我打算叫他幫我看症 珊青, 最近為了阿靖的事 令你這麼貧薄, 真辛苦你 反正我起床了 讓我煮早餐, 原來我叫醒你 你再睡一會兒 我先幫你 不行, 這些事都不是你做的 昨晚阿姐替我泡了豪士 我打算煮蠟燭給立生吃 那好吧, 你早點叫我 沒有, 我和阿靖一起去 你再睡一會兒 謝謝你 我一會兒 我打算煮蠟燭給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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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說很好吃 謝謝你, 奶奶 那些蝦蝦米我放在冰箱裡 讓我來就行了 奶奶, 今天早上冷, 你多睡一會兒 我要睡了, 要大把時間 一個人又要熬湯 又要熬粥, 又要做麵, 很辛苦的 不要緊, 我都做習慣了 以前在鄉下, 我也吃過火 立生沒來香港的時候 一天三餐都是我煮的給他吃的 不如他去了英國 我都煮少了很多東西給他吃 現在我就當給我一個機會了 阿豪 你知不知道自己最近開玩笑了很多東西 我沒事的 可能天氣冷, 我就把膽子留下來暖肚 好, 這麼大件事怎麼會沒事 我也是人家的媽媽 我現在最明白你的心情 你一聲音都不出 就因為你不想煩立生, 是不是 家裡有事, 做媽媽的當然要支持六年 但你要知道, 我們每個人都支持你 支持立生, 支持阿靖和寶寶 我們是一家人 你幹甚麼?你想拿甚麼? 飯那種還是裝粉麵那種? 裝粉麵那種 粉麵那種 你年紀不小了, 有封心, 爬高爬低的事 找年輕人做嘛 怎麼樣?是不是很招舊 火腿蛋通粉了 我自己進了一些很好的金華火腿 我給你聰明一點 你不是七手八腳 查當事我熟, 我自己弄好了 不錯, 你現在不生氣大勝了 其實很多事是比這些事要重要的 現在只要阿靖能醒來 就算叫我跟那個殺戈仇人 抱頭抱頸, 我也願意 福嫂, 其實我每天在學校 都有幫姑姑祈禱的 但是你又拜神, 我又祈禱 其實誰能幫到姑姑? 世傑, 你相信這個世界上有神? 相信吧, 師生說無論哪個神 每天都有虧惡分明, 惡惡惡報 師琴, 你怎麼在這裡? 什麼事? 沒事, 沒事 你看看你, 你早生大小 師大福, 你老婆現在帶著肚子 你也不關心一下 是呀 有她在外面, 這麼累 婆婆, 師琴也是有靜心而已 你由她做吧 對了, 你們喝完茶來吧 現在哪有心思要喝茶呢? 張師傅打了十幾次電話來 催我去拿她的垮 那時候想說自己做了保留他 不租了 結果我訂一套好一套, 阿靖一套 現在想起來也心想 別這麼說, 或許阿靖會來一次 醒來, 行婚禮呢? 凡事要向好處思考的嘛 婆婆, 立生和高醫生 今天約了個老科專家去看妹頭 是呀 希望妹頭要貴人 是呀, 好了 早上, 為甚麼你們來的? 進去約了一些醫生 沒有, 我打算把那些血壓藥 給爸爸和我加而已 本來叫她好, 但昨晚見她累了 所以就沒有麻煩她了 現在大家都這麼辛苦了 你就不用特地拿來吧 要顧著自己的身子才好 立生才是呀, 你的臉色很頑皮 你很熱, 你是不是發燒了 沒事 自從阿靖有事 她吃又不吃, 睡又不睡 沒事又糟了 立生, 你別想自己高大 就頂得順才行 要不要高醫生幫你打針 立生, 我幫那隻狗木茶你喝, 好嗎? 我做個通粉給你吃 你先吃點東西, 我幫你煮 不用了, 少了這麼好 我還要趕時間再不接人 走, 立生不會吃的了 今集阿浩和媽媽煮了一堆東西 她一點都沒有嘗試 就這樣吧, 再見 小心 這些東西不能拿進來的 你不要拿進來 我知道了, 姑娘, 我稍後拿走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我怕我媳婦醒了 突然肚子餓就要喝湯 姑娘, 這裡有一點意事 你抬著她 麻煩你替我好好照顧我媳婦 你別這樣了, 唐太太是唐醫生的老婆 我們醫院上每次都很關心她的 其實我們看到唐醫生現在這樣 我們也很難過的 你收回她吧, 我們會好好照顧唐太太的 謝謝你 好醫, 醫院的護士不可以亂塞錢 你把她帶回吧 我知道, 我們經常走出走入 我想姑娘好好照顧阿靖 放心, 阿靖來醫院探納身的時候 她對人也好, 跟姑娘有說有少 所以現在每個人都對她很好 阿靖, 你平時也不是這麼難睡的 你記得嗎?你以前帶我去北京 遲到北京又不下雪, 又不下雨 沙塵很大 你睡完這兩天就好了 昨晚我躺好那套飲心 等著喝你和垃圾那一頓 康伯, 來了很久了 不如我送你回家吧 這麼快?一靜就睡醒了 康伯, 你乖, 你還要回家淋花 你那盆花, 阿靖最喜歡的那盆花 你先回去吧 是呀, 那你帶我回去, 阿芳 走吧, 康伯 來, 上車 阿靖, 高醫生 媽媽, 你先出去吧 多偷看你和阿靖查一下 好…先走了, 康伯 康伯, 這裡 我們先出去吧 好, 來, 來, 來 好, 聽高醫生說 這兩個人是老科專家 是呀, 山青說這兩個醫生在美國 救過兩個植物人 真的嗎? 希望他們能幫阿靖 為甚麼他又在搖頭呢? 搖頭呢? 我抱歉 這兩個尾的腦子 已經是最頂級的老科醫生了 是呀, 這麼遠飛過來也說不行 也不知道是誰才行 也不知道Dr. Tom的老闆 能不能醒醒 真可憐 這麼年輕已經變植物人了 就是呀, 真可憐 韓醫生, 喝齋啡很傷胃的 所以我們幫人買一杯禮物 謝謝 是呀, 今天想跟你們說一下 下個去辦眼科部會做的事 立生, 其實我們已經知道 你家裡發生了一些事 連休息時間也沒有 所以今天早上我們早點回來 過了一間旗票, 你看看 我知道你們關心我 但我坐在這個位置 這些事應該我自己做的 對了, 下個星期 有兩個眼角落葉自己的手術要做 我看病人的資料了 有些事想跟你們聊一下 不好意思 韓醫生, 你買不適合人嗎 我喝慣齋啡 不如我跟他買一杯吧 不用了, 謝謝 他喝慣齋啡 他喝慣齋啡 喝慣齋啡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ヽ ノ 俠勳哥哥哥哥, 你醒了嗎 我怎麼會在這兒呢 我在醫院睡覺了, 還發高燒 爸爸說你甚麼事都不吃 又不睡覺, 餵病了 不過現在打了一支針 很快就會痊癒了 哪個? 他們說怕吵醒你 所以過了閃衣那邊 爸爸說怕你像姑姑一樣 睡了之後不會再醒來 叫我照顧你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很想念姑姑 但我知道甚麼都不做 姑姑一定會生我,我不想進去 你也是的,立生哥哥 死鬼 當然了,我是姑姑照顧的 其實你甚麼都不吃 好醫也很擔心你 有一次我還把好醫獨自一個哭 立生哥哥,你起來吧 我過去叫善姨和爸爸過來看你 不用了,我起來換衣服洗臉 來看你姑姑 你剛才康復了 看到你姑姑,我就沒事了 沒關係,自己不去衝房 我… 我不要… 我… 我剛才坐下 我來不吃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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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睡醒吧, 你沒事吧? 吃東西就能吃了, 媽媽馬上弄給你吃 湯都可以了, 我給你一口湯 不用了, 媽媽 傻瓜, 你知道, 媽媽讀書少 我甚麼都不懂 不是的, 除了做些事 我有甚麼能幫你, 你任由我來做 對不起, 媽媽, 你怎麼這麼辛苦 立生, 你要支撐下去 你一定可以大步難過 從小到大, 你也是媽媽的聰明 我知道, 從小到大, 你都很偏心我 家裡就要怎麼窮 有甚麼好東西, 你都會留給我吃 你罵我, 罵我吃剩的東西 因為你相信人家有衣食, 有報應 你養吃得多飽, 你會吃完我吃剩的菜 朗尾, 就算要賭, 都是你自己賭 因為你不想接望阿楓 原來你兒子的業務很重 有很多事情是要自己收回的 林先生, 你別這樣說你自己了 我應該讀書 你以為不能出人道地好慘 後來以為不能出人道地好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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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賭到股票, 老人勒索 交往前途盡禮 就是你節散禮 原來那些都還沒到谷底 當我知道 甚麼是愛情, 甚麼是親情 我人生有些希望的時候 看著我老婆, 帶著她的婚禮 大月不知道甚麼時候醒 是不知道甚麼時候醒 我心痛都不會說 我知道, 立先生, 我不知道 所以我心痛 大月那天 一個, 憂寧的感覺才能 RESENCE 我情願分歸天下友 我情願把腳就是變成辣泥 你 concentré Rose 你身又怎麼樣, 鬥得阿姨又怎麼樣 帶著他老婆 我現在起怨, 但也救不了他 三天 我幫你拿 不用了, 竟然拆你的手 別這麼說 你別客氣, 我剛才覺得不像一家人 你別客氣, 我怕你在醫院工作很辛苦 所以我不想麻煩你 好, 為甚麼? 你不能分擔你的辛苦給我 其實我知道你的心在想 你跟我一起, 你一直都很害怕 你經常大聲對我, 不是因為你 是你自己害怕, 自己讀書很少 很餓, 而你嫁給我這麼久 因為最怕的就是立生不是我兒子 所以他有甚麼事, 只是怕麻煩 怕我的言氣, 這個是包含 三天 你別這麼傻 當立生第一次叫我爹來的時候 我整晚都不想, 挺開心的 我當成是親生兒子一樣 我想到你不會太明白我的 如果我不明白你, 為甚麼可以做成夫妻呢 所以這個難關, 我們一定要跟立生婆 所以無論以後發生甚麼事 你要跟我有相友 你是我老婆, 立生也是我的兒子 睡在醫院那個, 她是我的媳婦 八姐夫, 謝謝你 說起立生, 她現在很好, 你不用擔心 她一天有時間去參加那些 老科醫生交流會 不過她的樣子看來很累 阿靖, 你要記住, 你要自信下去 我們大家都在等你醒來的 木村, 你不用太早來 你睡晚一點, 我每天都來看阿靖 不要緊, 懷疑我睡不著 來, 讓我幫你 不用擔心, 自己就行了 妹頭, 昨晚老媽做報夢給我 她說你前陣子在時運低 得罪牛鬼蛇神 她在下面幫你求情, 應該很快沒事 但聰明一點, 多受一會兒 醒了之後, 大哥請你吃大餐 娘姑娘, 早安 高太太, 不好意思 剛才出立部叫我提醒你們 我們醫院就每三天接數一次 不過唐醫生他現在有… 行了…我現在先去買一條銷子 好… 木村, 我先出去 木村, 你要開工的 你先走, 這裡等我辦妥就行了 我想看那些手續怎麼搞 以後自己來找數就懂得嘛 是不是只有立生負責的 我也不知道頭子路的 謝謝九千五百六十塊 你是不是搞錯?三天而已 不是三天而已 我先看看 是呀, 三天是九千五百六十塊 我先走了, 沒錯 二嬸, 我一會兒 可不可以一大碗的湯給川哥 他最近整塊臉都睡著了 剛才看見他從醫院回來 聲音不出, 好像心事重重 阿倩姨, 蒸魚的薑蘆蔥都沒切 讓我來吧 好 木村, 今天你好像很安靜的 沒事 川哥, 阿靖醫院那裡 每三天找一次數 你今天找了嗎? 好醫找了 什麼?三天就九千多塊? 我也知道私家醫院是貴的 但不知道也這麼瘋狂 我付錢的時候也兇了 因為這麼久以來 山精和立生都沒滲滲過 不是醫生家屬有特畏嗎? 不在乎阿靖和立生都沒正式結婚 這麼說 立生不是這頭出糧, 那頭要回醫院? 那豈不是白做也不行? 阿好, 阿嘉不是緊張錢 不過如果這樣長賜下去 不是辦法的 木村呢, 他十前十美的生意都很好 可以幫忙一下 現在市道這麼差 十元東西也很少人買了 而且他的店位這麼小 擺了多少東西 我看他們頂腦就賺錢而已 怎麼說這麼久以來 都是阿靖照顧木村 多過木村照顧阿靖的 我去醫院想要把醫藥費拿給他 原來你已經拿了 把支票你代替他 我有, 不用了 你代替他吧, 現在你沒事做 除了我給你家用之外 你沒什麼錢要花的 山青, 我知道你為阿靖的事 花了很多錢 其實我平時也存了很多私藥錢 你不知道而已 好, 我是兩公伯 別把你分給我 我知道, 其實我知道你疼我 不過我的私藥錢 只是想來幫家裡而已 其實我許了個願 我就希望我的錢差不多花了 阿靖就會醒來 山青, 你幫我完成我的願望 不要再失禁給我 那好吧, 你就答應我 如果有人有什麼事發生 你要跟我有商有兩 我們是金虎越過, 知道嗎? 我知道了, 不用擔心 對了, 媽媽報了熱奶 我拿給你喝 謝謝你 Helen, 你有朋友想買便宜的珠寶嗎 我愛你, 我愛你 我愛你 愛你, 你愛你 你愛你, 愛你 我愛你 你一定擔心我吧 是呀, 知道你命好有老公的樣子 總之大哥說過 以後有甚麼事一定照著你的 小姐, 小姐, 不要哭了 走了, 找到口味 開啤酒, 這麼沒氣氛 小姐, 弄給你一碗頭皮 姑姑 開啤酒 你竟然去哪兒了 家裡很多地方都不行 不過她不停漏水 還有幾下都是閃爍的 快點來弄吧 是呀, 災情很嚴重 這些東西你要保住弄 怎麼自己弄呢 你沒甚麼事放下 不是呀, 等著是不用煮飯的 一枝麻糊 老公 老公, 肩子很軟 還等著入島夜島 我何必顧自己 我有個這麼厲害的妹妹照著我 等於這間屋裡 有一間電單公司在那裡 洗澡的鴨魚 你怎麼會這樣 神祖樓樓來燒金雲衣紙 幹甚麼? 阿靖在這兒出事的 我知道, 我看新聞見了 不知道又怎麼樣? 神祖樓樓來燒金雲衣紙 幹甚麼? 這條巷出事的 有對男女在被人劫殺 不是吧?你只是說阿靖給那些… 司徒, 你怎麼樣? 這裡的陰氣很重 幾年前我對男女的冤魂還在 你們別看, 他們在留意我們 司徒, 妹頭出事是否因為… 沒錯, 你妹妹是被他們纏著的 否則你妹妹的衣紙力強 早就跟他們走 師父, 你看到那些東西嗎? 是, 我有天涯, 靈界的東西我會看到 司徒, 加我妹妹豈不是很危險 可不可以燒多金雲衣紙 請她們走 沒用的 這對男女死得這麼冤枉 怨氣又種, 她變成了惡鬼 加上你妹妹又快要結婚 招惹她們妒忌 恐怕這件事很難解決 那怎麼樣?你們要救我 我把你射得這顆妹妹 我不能讓她有事 司徒 牧村, 我不怕跟你說 可惜我道行未夠 不如這樣吧 我請師父從廣州下來 替她做一場法事 讓她們早日輪迴 從廣州來豈不是很貴 那要做多少場法事? 一場多少錢? 每場二萬, 起碼三場 師父, 快點請她下來 為了要剩多少錢我會用的 明明 做完一場法事是否一定沒事的? 這件事我無法回答你 但肯定對病情有幫助 甚麼?回去想清楚也好 或許有其他辦法呢? 師徒, 你師父最快什麼時候下來? 你知道了, 背頭給你多前一分鐘 就多一分鐘危險了 牧村, 我明白的 我會盡快通知師父 看看有什麼時候下來 我盡快通知你 謝謝師徒 我先走了 大難難六萬人, 你有沒有想清楚? 可能那個神棍騙你 不會, 師徒我認識了很久 上次新哥入伙的時候 他幫我們看風水 那時候他說妹頭時運低 以朝血光之災 最壞我不上心 要不然妹頭也不會有事 你有沒有查過以前那條行 有沒有發生過事? 有, 妹頭出事之後 有個甘草告訴我 幾年前有出鴛鴦夢 有那對情侶卡尼啡在那裡被人劫殺 那就是那個人知道你這件事 現在時勢不好, 找聖姦難 我想那個人可能會騙你的 你不明白了 但是這些人很便宜 就像我們武師這行一樣 有拜神那次 十樓八樓跳進來就沒事的 沒有拜神那次 兩級樓梯就扭柴了 很邪的 是, 大難難六萬元 不行, 行當然好, 是不是 不行怎麼辦? 要保護了 對了, 回去和大家聊一聊 不行 這件事阿妹我都沒說 你是兄弟的話, 你千萬不要穿出去 勒生有權資 阿靖沒過門就弄成這樣 他們家人已經花不少錢了 這筆錢我再叫他們花了 但是我…我就很沒用了 那你搞不搞得如何? 幾乎都想有辦法 醫院不掃已經不是我什麼 我再不做點事 我就不是妹頭大哥了 整天早上還沒喝過東西 上去喝茶好嗎? 別喝茶了 我回去三多拿兩個菠蘿包算了 想早點回去開茶一次 是 你說是高太太 你說是蘇太、廖太和李太 都是我生意上的大客 是呀, 叫我好得 每個人都這樣叫我 阿好, 你知道蘇太太趕著 懂得打球 你這麼快就把珠寶帶來吧 是呀, 這樣我朋友有事 他說遲些才來 我把手機帶來的 全部飆了價錢 你看, 減到最便宜了 有單據的, 你們隨便看吧 好… 我朋友如果不然要移民加拿大 打算沒什麼機會帶 他也不捨得付這些珍藏 還有, 這對南洋豬耳環 是我朋友打算娶媳婦的時候帶的 不過他真的不夠運 兒子臨到結婚的時候 兒子的女朋友就說要跟他分手 好, 他打算讓兒子回鍋才再買 高太太, 你這麼努力賣不知道的人 還以為賣珠寶的是你 怎麼會是高太太 高太太的先生是香港很出名的 癌病科醫生 是呀 阿好, 這個觀音很漂亮 Helen真是懂事 你看顏色多潤 還有觀音的樣子很慈祥 我們請個大師開曉光的 我朋友這麼多樣首飾 最喜歡這個樣子了 是嗎? 這對南洋豬耳環仔 也要一萬八塊這麼貴 雅力一點 不貴的, 你知道嗎? 原價是二萬八 現在算平很多了 你看看, 你看豬, 沒鬥皮 正是豬顏肉潤 糟就糟, 再黃一點 帶一對黃豬上耳朵 人家說我人腦豬黃就不好吧? 那你打算多少錢才買呢? 五千元, 算多了 蘇太太, 你押價比我還辣 這顆紅寶石、戒指 雞血紅又挺搶眼的 是呀, 不過萬八銀又貴一點 買便宜一點, 八千元 是呀 高太太, 你朋友的首飾 全都濕濕碎碎的 我多一件不多, 少一件不少 而且外面現在的珠寶店 每間都沒有生意 有錢你怕買不到東西嗎? 蘇太太, 高太的朋友等著錢花 你們就當幫忙吧 女人要弄賣自己的家當 不是在樓花那裡 更加欠了股票 是呀 那我就盡量算便宜一點 不如我們逐一件雞, 算到你們滿意為止 好嗎? 好 那你肯便宜的, 那就買得過 是呀, 看一看 慢慢看 那些女人的錢真是難賺 買珠寶說得我口水乾了 才能買到七萬多元 不過打算是幫朋友的 這樣也值得吧? 阿豪, 這張票是我幫你買觀音的錢 Helen, 三萬元 我剛才跟你朋友說 我會打個三折給他們的 你怎麼給我全數呢? 阿豪, 你真的不會做生意 有什麼理由價錢這麼低才行 那些人又沒人性 人家等錢花, 才來打落水狗 Helen, 你也是 對了, 人家買東西只能壓低價 你竟然不壓價 你這個人真不錯 如果不認識, 我也會這麼做 不過你是我的朋友, 我做不出 你還記不記得 有一年團拜的時候 你是不是帶了這個觀音 當時我更讚, 很脆弱 我還介紹了一個高僧 幫這個觀音開光 是嗎? 我又不太記得 家裡發生這麼多事 給我什麼都忘記了 阿豪, 那些手機是否全部都是你的 阿豪, 我知道你很喜歡這個觀音 那些三萬元你先收到它 那個觀音暫時放在我那裡 你有錢的時候來收回吧 你好 好, 我聽阿安仔說過阿靖的事 阿翔說你們堅持要給他全私家醫院 醫藥費、雜費 數目也不小 阿博, 怎麼重負擔 我都要揹揹 其實我賣珠寶的事 阿立生和山青都不知道 阿靖是我的媳婦 我真的想出一點力氣 你明白嗎? 阿明, 如果不是這件事 我都不知道你這麼好人 像以前那樣貓士、飆冷汗 還有現在的高三青 所有好的男人都喜歡你 我以前真的有點不服氣 不過我現在明白為什麼了 我以前覺得你這個人又嚴肅又計較 那時候我總是不明白 為什麼那些人這麼喜歡和你做生意 現在我才明白 因為你這個人又認真又公道 還有一件事就是不落井下石 好了…我還給你原來的價錢 你就贊得我這樣 如果我多加一點 你豈不是要給我立個碑? 你還給我? 阿好, 你們阿靖這麼好 阿靖一定會感受到 我早晚都裝香 我就在觀音菩薩面前 保佑阿靖早點康復 多謝你, Helen 什麼事?無緣無故讓我吃飯 等電話不能說的嗎? 今天早上我和牧村見過法師 法師告訴我們 原來阿靖出事那裡有點混亂 阿靖, 再做一堂法師呢? 阿靖沒事了 法師?你有沒有腦子 這種事都很相信 現在市道不好, 很多妖業 到處不知道有多少人騙錢 我是大學生 你這麼沒有科學的東西 我是不會相信的 牧村只是想為妹妹 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如果是靈驚的, 六萬元而已 你叫我出來 你不是叫我借錢給她, 是不是? 我…我打算小雲小吉那裡 我替她儲了禮事錢一萬四塊 打算拿一萬塊出來 你不是吧?拿錢給她神棍? 你勸勸牧村吧 現在什麼市道, 花錢容易賺錢 阿琴那時候有事 我做大哥的幫不了他 他的心也不知道多不舒服 你說當時如果有事換到阿琴沒事的 我真的什麼都拿出來的 所以牧村現在的心情是怎麼樣 我很清楚 機會是微一點的 不過也叫他做過夜 最多在我的靈驚錢裡求 我知道了 如果我不拿錢出來幫他 但是你的心很不安心 好了…明天拿一萬人給你 讓你叫做幫兄弟 你說一萬就一萬人? 怎麼了? 讓我感動就多說一點嗎? 有, 我院心牆那邊曾經提議過 只不過被那個硬心牆那邊打掛了 拜託你不要這麼苦人之仁 家裡有大有小有懦戀 小雲小吉你讀大學 那是要儲錢的 好嗎? 川哥, 你的飯盒涼了 不如先別想著吃東西吧 你是不是不想吃? 我把河粉給你吃 不如這樣, 我把粥給你吃 沒事, 我都說不肚餓了 大聲, 不如收店了, 好嗎? 好的 阿梅, 下午有朋友叫我 今晚出去拍早戲, 我先出去 那我留點湯給你喝吧 不用了, 今晚拍通宵 明天才回來 幹什麼? 明天我有一萬元, 看能不能幫你 不用了, 你這天只有夠多錢 一筆東西就夠你洗幾個月了 不要了… 你別管我一筆 我發誓說要六萬元嘛 我搞定了 今晚拍過早戲 很多兄弟陷阱以前我幫過他 如果有人給幾千元我就搞定了 放心, 我搞定了 你會很容易 我會比較好 可以 你會這樣嗎 你會這樣嗎 我會這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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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會這樣 我會這樣說 我已經說了他今晚去拍攝那套 賭神再戰江湖了 我想川哥真的很擔心靜的住院費 沒辦法,大哥看見我妹妹 有時間是盡辦法幫他的 好,好,好